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今天開了記者會 宣佈了這一系列的民生紓困措施 涵蓋房屋、福利和扶貧等政策 他就說到會投放100億元 推出10項新措施 我們一起逐項措施來檢視和分析一下 到底這個特區政府想在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前 達到一個什麼效果 首先說第一項政策 政府宣佈將會劃一長者生活津貼 只要長者的資產不超過50萬元 全數就可以獲得高額津貼 每個月約3,600元左右 政府會預料增加的開支達到50億元 第二個政策也是關於長者的 就是2元的乘車計劃 會放寬到60歲或以上的長者 但實際時間表需要再討論一下 預料庫房的開支會額外增加了17億元 我首先評價這兩項措施 實際這兩項措施的原因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因為它能夠減輕到長者在香港的生活負擔 以及出行的成本 這兩項其實都是好事 我覺得一點問題都沒有 不過特區政府在受惠對象方面 事實上是有傾斜的 因為在他十項的紓困措施當中 這兩項是最主要的 而且也是受惠對象的長者 變成其他中年或青年 完全忽略了 做不到一個所謂雨露君尖的效果出來 當然這是他們有心地做的 當然在網路上我可以觀察到 比如在討論區或Facebook留言中 很多人批評這兩個政策是有問題的 因為真的受惠對象局限在長者上 只不過有些人就開始情緒化 就開始謾罵受惠對象 罵長者又廢老又什麼 我覺得這些是多餘的 而且正中了下爲 為什麼呢? 他特地把受惠對象局限在長者上 就是想製造這個世代矛盾出來 在過去大半年由6月9日開始 難得香港人這麼團結 他也無法分化你的時候 他用什麼方法來搞你呢? 就用這些所謂的紓困措施來搞你 就將你這個世代團結完全瓦解 就分化你這些青年和長者 很明顯有一種意味就是 要激化世代之爭 所以如果大家踩入這個陷阱 就中了計 大家應該怎樣呢? 要批評的時候 就應該批評製造這兩項措施出來的 就是敘灰禍首嘛 就是林鄭嘛 不是長者弄這兩個政策出來的 他也沒有諮詢過長者的 是他自己憑空想出來的 實情這兩個政策有沒有問題呢? 我覺得真的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是他局限了一個受惠對象 那他應該怎樣做呢? 你就應該要求特區政府 向中年人或者青年人 做同等的紓困措施 這樣才是沒有理由罵受惠對象的 我真的完全不理解 有些人在網路上猛罵長者 你搞錯了 你應該要罵製造這些矛盾出來的人 是不是? 否則這些事情很愚蠢 好了 接下來就講講第三項 就是所謂的紓困措施 就是要增加法定假期 使法定假期和公眾假期同等 最終就看齊 就是說由每年的12天 加到17天 預料有過百萬的打工受惠 不過還要諮詢商界的意見 根本上還未實行 就先公佈了 就是只有一個說字 是不是? 有牌還未得呢? 這些事情 過去爭取了這麼久的勞工界 都爭取不到 只是把法定假期和公眾假期可以看齊 是不是? 只差五天而已 商界都不肯過你 你現在在說話 就是這些是先說 大家就有個海市神樓 在這裡看看 浪費氣 第四個措施就是什麼呢? 就是為低收入的人士代工強積金 預料目前有二十萬名 月入少過七千一百元的人 是受惠的 政府預料會增加六億元的開支 實情如果收入只有七千一百元 還供什麼? 強積金 你只要代工 你只要搞盡腦汁都要找些方法去益下那些基金佬 7千一百元就不要供了 低於某一個措施 根本上又不應該再供所謂的強積金 他還要在他身上切塊肉出來 切百分之五出來 是不是?多餘的 你現在還說代他供 要不要代他供? 直接取消就不要供 大家不要搞 只不過現在你就是 在他身上吸血 就變成特區政府直接向那些基金佬輸血 是不是? 做這些有什麼作用? 有什麼作為? 而且7千一百元 你不要去死 是不是? 你的門檻定得這麼高 起碼月入 比如說12000以下 你也要幫他代工 如果你真的要輸血 是不是? 7千一百元 你真的不怕小大人的口 你不要以為自己的措施很厲害 根本上全部都是小恩小惠 你看看你孤寒島這些措施 是不是? 夠膽派一萬元 比澳門街 你夠膽做什麼? 你不夠膽做 你那個所謂理財新哲學 是不是? 隔離埠行政長官崔世安 比你多多聲 派足十年前 浪費你 第五項措施 就是要改善外判的非技術勞工的待遇 第六項措施 就是為非公屋 非中緩的低收入住戶 提供現金津貼 第七項措施 就是為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合資格人士 提供現金津貼 直至他獲得首次編派公屋為止 金額會參考中緩的租金津貼上限一半 預料2021年的下半年才試行 會有超過9萬戶受惠 開支約望是28億元 就是說大家先聽著 這項措施還有一年半才實施 第八項措施是怎樣? 林鄭就說 政府已經找到足夠的土地 在未來三年達成提供1萬個過度性房屋的目標 於是建議將有關單位的目標額外加碼提升多5000個 政府已經力得多幅短期內未有發展時間表的政府用地 將會與非政府機構合作 興建這些過度性房屋 期望令居住環境惡劣的人士馬上改善居住的情況 林鄭就說這些措施是有待立法會財委會的批准 是批出50億元的撥款 真是奇怪了 你只有5000個單位 要不需要蓋50億元這麼多? 你蓋什麼東西出來? 50億元蓋5000個 是你交代清楚的 不然的話 希望立法會真的把關 5000個單位要50億元 可能報紙賣錯了 我不知道 你一定要看看文件才知道 是不是? 你現在搞了什麼呢? 50億元蓋5000個單位 你不是開玩笑嗎? 蓋5萬個單位還夠預算 很離譜 第九項措施是 會為失業人士提供有時限的現金津貼 只要失業一個月或以上 就可以申請最多三個月的現金津貼 預料最快會在今年10月發放 即是選完立法會才有 最後一項措施是關外基金 會就著就業工時低的人 設計一項新的現金津貼 稍後就會公佈申請條件 大家看到 頭兩項措施 就是名益的長者要收買長者的人心 接著第三至第十項措施 很明顯就是要收買基層和勞工的人心 但是 他又出手非常孤寒 那些根本是小欣小胃 即是餅稅也不如 分得那些錢有多少 只有一千多元 兩三千元 吃屎吧 為何你不全民派一萬元現兜兜呢 你應該是語怒君占 即是大家都有份才是 就不是這樣駕床碟 搞九十多東西出來 行政費又貴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這個所謂一百億的紓困措施 我以為派堂真是很厲害 你別管他 大家看看 昨天有一宗新聞 政府將會撥款106億 給這個海洋公園 簡直是小無見大無 一百億 一百億這麼多人分 你豈不是瘋了 一個海洋公園 即是可以拿到106億 走去繼續虧本 完全是不需要問責 完全不需要監管 任他就是批錢的 你就照批給他 他問你 你擔大手板拿就行了 那市民問你拿 你又不給 你又說會財赤 你怎麼管治香港 你一個公園都管治不好 對不對 用人為親 又不是用人為財 當初為何炒了盛志民 搞得已經虧了大本 是不是 你換轉回香港 你這些是什麼人 全部都守財路 錢又不捨得花 人家問你 陳茂波大師 會不會派錢 你說派錢 就會導致幾百億的財赤 你現在不是一樣 是不是 你這些都是一百億 都是財赤 一百億不是財赤 你那些錢 你真的要還富於民才行 你就不是個別的 政策的對象 措施的對象 就局限在長者 或者是基層 或者是勞工 你根本在搞分化 很明顯 你就是要在這個 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之前 是要救忙 所以你就要推出這些措施出來 青年就肯定不騷擾你了 中年那些 你也是走感一大半的 所以你現在就要馬實那些長者 是不是 只不過有多少銀發族 在落答 過去的大半年 很多人都醒了 是不是 基本上大家已經站位 已經站定了 黃就黃 藍就藍 你做這些無謂事情 是不是 就想分化那些人 就想製造這個 所謂世代之爭 世代矛盾出來 麻煩你 只要大家市民 是站硬的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根本上 林鄭就不能得逞 市民最好就是什麼 福利照代 優惠照代 錢照收 然後繼續堅持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這就是最好的辦法 至於其他 在今次未能受惠的人士 也千萬不要歸咎於受惠的對象 最重要是這件事 至於林鄭看來的世 都不像今年會下台 那些KOL都不用再在那裡吹水了 根本上你看她 還現在非常有執政意志 搞民生政策的新措施出來 而且撞正了一個立法會選舉 在九月那裡 如果她在今年年初辭職 根本上就會跟這個立法會選舉 撞了期 所以我想她今年一定不會辭職 至於之後兩年會怎樣呢 我都很悲觀 可能她真的會做滿這五年任期 也不一定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